在經歷了近兩年的博弈之後 中國和美國終於在1月15號 簽訂了第一階段經貿協議 中共黨媒一方面齊聲宣傳 達成協議是互利共贏 另一方面極力封鎖網路輿論 在新華社微博公眾號新華視點下的 380條留言中 只有10條被允許顯示 《人民日報》也同樣將216條微博留言 顧慮到零頭 只留下6條稀稀落落的負荷 不過 還是有些網民僥倖留下了不滿和疑問 有網友說 先是人日等主流媒體 帶著小粉紅群青雞糞罵美國 揚言貿易戰要讓美國吃不了鬥著走 轉頭 劉總就簽了這第一份 明顯不平等的貿易協定 不降關稅 外加2000億 這叫平等 國內A股在簽完協議後一直在跌 美股卻在大漲 國內媒體卻還在自欺欺人 說什麼雙贏和談判的辛苦 投降就是投降 中共財政部和商務部1月16號發布了協議的中文版本 其中顯示 中方承諾在2017年基數上 擴大從美國採購和進口 不少於2000億美元的產品和服務 其中包括524億美元的能源出口 320億美元的農產品 770億美元的製造業產品和379億美元的服務 這個只是中共在美國政府的這種關稅壓力之下呢 它迫不得已的一次用大幅度的退讓 換來的一個短暫的調整期 中共自己呢 它到目前為止並沒有表現出來有 就是要繼續進行下一階段談判的這種積極性 而美國將在簽約30天後 把對1200億美元的中國進口產品的關稅 從15%降到7.5% 同時暫停對1600億美元中國進口智能手機 玩具等產品加關稅的計畫 但是之前對2500億美元中國商品加徵到25%關稅 仍被保留 作為第二階段談判的槓桿 這就是美國在這個關稅上做出的讓步 中共對這個美國的關稅是恨之入骨 不但通過官方途徑 而且通過這個民間途徑 試圖去遊說白宮去遊說川普總統 想在這個第一期的這個協議裡面 把這個關稅全部取消掉 看來中共是根本沒有達到自己的目的 其他美方的獲利包括 中方承諾確保公平、充分 有效的知識產權保護和執法 提供公平、平等的市場准入 以及不再強迫技術轉讓 承諾提高外匯市場的透明度等 此外 雙方建立了雙邊評估和爭端解決機制 這也是在磋商階段中共爭執不讓的部分 協議中規定設立雙邊評估和爭端解決辦公室 來評估協議履行並接受申訴 如果美中的行為是基於協議 而且是善意的 對方則不採取反制措施 如果美中認為對方被信棄意 則可以單方面發出書面通知並退出協議 這個其實是具有一種懲罰性質的 強制的執行條款 這個是在過去任何一屆的美國政府 都沒能夠從中共這裡得到的東西 而這個美方付出的代價 只不過是輕微的一些關稅的減免 所以這個協定可以說是川普發起的 這種貿易反擊戰的一個階段性的勝利了 香港01的報導說 從文本措辭來說 全文82處中國鷹 而相對的美國鷹只出現了三處 並不對等 中方顯然是被動的一方 不過 專家和媒體都認為 第一階段的協議並不代表美中在貿易和其他領域的競爭落幕 另外 由於中共糟糕的履約記錄 外界對它會否實行這份協議普遍存疑 旅美時事評論員田園博士表示 只有第二階段的貿易談判 才真正涉及到中共要進行深度的政治經濟改革 如果能談成 美方才是獲得了真正的勝利 而目前的勝利只是暫時的